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,WTT斯洛文尼亚赛事会,女单半决赛中,王毅迪4比2印度选手巴特拉,刘伟山4比0德国选手温特,两人顺利会师决赛,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一金。 男单半决赛中,刘丁硕3比4哈萨克斯坦选手格拉斯门科无援决赛,梁静坤4比2瑞典选手佩尔森晋级决赛,女单半决赛中,王毅迪11比7先下一城,巴特拉同样以11比7搬回一局,随后,两人在第三、第四局又分别以13比11,12比10各胜一局打成平手,最后,王毅迪11比7,11比5两胜两局。 大比分4比2战胜巴特拉晋级决赛,女单的另一场半决赛,刘伟山则非常干脆利落的比11比8,12比10,11比6,11比9连胜4局,4比0直落对手温特,与王毅迪会师决赛,男单半决赛中,刘丁硕在两个8比11连丢两局的情况下,11比8搬回一局,但随后,格拉斯门科又11比7拿下第四局,大比分3比1领先,刘丁硕奋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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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奋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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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WTT世界听联发布的消息,国拼决赛赛程如下,11月7日晚9点,混双决赛,王楚清、王毅迪vs梁静坤、刘伟山,11月7日晚10点20分,男双决赛,林高远、周启豪vs日本组合田中右太木造勇人,11月8日凌晨2点,女单决赛,王毅迪vs刘伟山,11月8日凌晨2点50分,男单决赛,梁静坤vs哈萨克斯坦选手, 吉里尔格拉斯门科,国拼提前锁定混双,女单两枚金牌,而郝远组合将再次赢田中右太木造勇人,之前的资格赛中,郝远组合2比3不敌田中右太木造勇人,此次两队组合再次相遇,希望郝远组合能支领起来,郝远组合加油,梁静坤加油!